我覺得是從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劇作家 他身體作 幾人在戲裏 而是能夠反映到中學劇情變化 就是田康是大部分人最高的 就是在劇場那裡說 很多人說是從魚多一點 其實從魚的戲 媽媽知道你沒有變低從魚的意思 但是從魚的戲的面貌 或者戲的歌 這個包肉的面貨 實在不如田康 就是田康 如果用一個劇作者去代表 中學劇情發展事 那田康就會變得更大 更大 更重點 是 是 是 但關於藝術上的成績 因為藝術上的成績 因為藝術上的成績 藝術上的成績 藝術上的成績 但那道理性的意思是 他純粹創作數量的意思 他 譬如說 因為中學劇情變化 是 我講一種Drama 他是從魚 戲曲 拉開距離開始 即是說 壞的畫劇 所以你做畫劇 是嗎 即是 你是Drama 即是現代的 現代的作為畫劇 你都做Spoken Drama 其實某種程度是不滿意的 因為Drama不一定是畫劇 是 我知道 即是 我們起劇作者 是 最初為了要畫青解釋 要畫青解釋 就求你 要劇作畫劇 這個 雙玉瓶說 田康 但他自己對戲曲很熟悉的 如果不是都會有這個戲曲 合其他 其實他寫了很多戲曲劇本 所以他作了很多戲曲 而他 這個人曹玉都沒有了 他又 在五十年代時 他和戲曲界很密切關係 他和周聰芳 他寫了很多的戲 和周聰芳合作 周聰芳是一個很有名的激劇大師 香港以前的戲 做《周采前》 他們的演繹 他們的演繹 和他們很合作 打成《武藏》 搞《寬金蓮》 即是 田康做導演 歐人描繩 反處做《寬金蓮》 周聰芳做《寬金蓮》 指使 田康和戲曲界很熟悉的 他因為要跟當時的十年代 被捉獄 做畫劇 更加面對的時代 因此之故 他寫了很多很多的 所謂的畫劇 所以做很多 剛才都說了 《寬金蓮》的那些 另外是《南龜》 《南龜》我讀大陸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這裡做的 我讀大陸的時候 好像我都做過的 即是差不多 差不多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南龜》我讀《寬金蓮》 很多年輕人很喜歡的 有一些開花花的外情 是說感傷的年紀 我很喜歡那些戲 他在那些年代 寫了這份劇本 到後期 到20年代 每期 到三年代 初期 他們寫了 他要和自己劃清 因為已經是政治化了 就是左聯繩拿走了 他就和自己的過往 即是宣誌 劃烈 雖然有人寫了很多 很政治的 很多政治任何的作品 但是他仍然寫了很多 是很好的作品 你們戲弦也有提到的 《榮友之死》 剛才《榮友之死》 在我戲弦 這個戲弦 我唯一有一點 嗯 這樣寫的 我猜你特地燈的 你將一些是風淡化了 就不想太沉重 實際上《榮友之死》 如果劇本這邊是 其實《榮友之死》 《榮友之死》 其實《榮友之死》 就是這樣 並不是剛才《榮友之死》 就是將它有一點 是抓到紅色來處理 我意思就是說 《榮友之死》 他所寫的時候 那個對藝人 怎麼去看自己的 其實當時的 就是藝術給商業的入侵 那這個呢 是鐵彈的一個抗拒 其實《榮友之死》 尤其是演戲這項目 看完劇本的時候 是有一個很感動的戲 是的 就是寫的那種藝人 那種堅持 因為《榮友之死》 可能我猜 觀眾證明了 很多觀眾看過 我當然也只不過 我純粹自己看過那兩次 但是因為自己演戲的時候 都已經得到 因為他整個戲劇說 一位京劇很出名的演員 但是他教了一位徒弟 那位徒弟都開始站到騰拳 開始又成績了 於是呢 就很多人去碰牆 其中一個 有一個大班 就是那時期的大班 就是你想像今次那些 富大公子業 或者有些有錢的人去碰牆 結果就經常帶他去燒夜 帶他去吃飯 結果那個 劉振昌這個大志 就是荒廢了他的事業 荒廢了他的曲 劉振昌就覺得非常痛心 結果到最後那一場戲 是劉振昌死了一個舞台 剛才那一場戲 因為那個痛心很激動 所以 死在舞台 我覺得 自己搞的這一行 其實也是覺得很痛心 也都更加很痛心 有可悲的是現實 我很喜歡的 因為這個戲裡面 有很多經驗的 我覺得 人生美戲劇 更加戲劇 就是 現實中前行 甚至 他的希望死在舞台 其實當然不好 這樣的下層死在舞台 但是 偏偏他就是被批鬥 在舞台上被批鬥志成 就是慈禧派後的舞台 所以才停留 這些都是我自己 一直在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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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加覺得 需要講多一點 所以我剛才再回到一個題目 就說 因為鐵海在20年代初 他搞 他的親身的經驗 就是怎樣去建立一個 所謂的 畫劇 的一個規模 他自己很熟氣功 很厲害的氣功 動氣功 是為了一個 他寫很多的畫劇 然後那個時候 是浪漫主的年代 所以寫很多浪漫的戲 另外也是 通常 從延誕歸 互相的悲劇 到這裡的 明天之死 然後 他們到收成年代 寫很多 不少其他的戲 所以 我還有一個戲 叫做 那個年孤 那個戲 柏虎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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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重的一個戲 這個是 柏虎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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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打老虎 是說打老虎 摩了一隻老虎 抬著老虎回來 但原來打老虎實 是不小心 就是打老虎 就是打老虎 回來 而那個老虎 就是以為他會好 而那個人就是 喜歡了那個年孤的女生 那個女的年孤 那個王大傻 那個傻仔 就是很癡情 喜歡那個年孤 那個男生 就是被人 受傷 打回來 原來 揭露了 原來 那對自由緣愛的 那個 那個年孤 那個 那個女生 的爸爸 就拉了一個女 去打 一邊打 一邊打一邊打得實 那台面上 就是那個王大傻仔 受了傷 一邊在那裏 裡面那個 打的女生 互相呼應 那個戲呢 如果你看看劇本的時候 我們完全想像到 填漢裡面 用了非常高級的手法 出現聲音的效果 整個交響曲 是很美麗的 在20年代初的時候 這個劇本 我覺得很高 當然那個 那個自由緣愛 今天 這樣去爭取 對我們來說 好像已經不是 什麼 就是 那個共鳴感 比較小一點 但是 其實是十年代的 填漢很豐富 很反映到時代 到三年代 轉向外 之後 香港是政治化了 寫了很多 那些泡式的戲 那裏面有些 是很作品的 那麥章 你也有說到 給他一個厲害 是很顯然的 一個 要講這個 即是講 抗日的戰爭的戲 其實他有很公式的地方 說上面 都能夠見到一個 聰明的作家 能夠在一個公式之餘 現在有一個很高肥的選舉 其實看了人行 我都覺得 看回劇本的時候 其實已經覺得 很熱愛 只不過 因為現在很多電影 都很流行幾條線去走 他都是一條線 三條線去走 即是現在 你看回很多電影 是流行 不是一條線去完 是幾條線去走 那時候 很多人看回原來前 我已經走了這一步 當然有一些事過的局限 但是 整個構思 整個構思 或者整個裝作十項 我已經覺得很厲害 他真是很激烈 對 那邊再提到成本 都值得 再做可能就不會 可能要有些調教 那麥章 那麥章 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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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對方的幫助 好 我們也忘記提了 所以但是他一家 第一間我開創了 翻譯外國的一項戲 他翻譯了 奧斯克瓦d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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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斯克瓦d 奧斯克瓦d 的 他第一次開創 解釋過 奧斯克瓦d 的 奧斯克瓦d 的 設定 然後 但是 他在中晚的一項戲 開始翻譯了 中國文學的 布夫 於是又去戲曲再集中創作戲曲 這些都是我覺得越認識越走近 我覺得是一個很值得令我們 我無論是否教會的人很值得去認識的一個人 好,或者說到現在 現在可能有些觀眾會有些東西想問 關於製作、關於填漢的任何東西 或者有些東西想和我們分享 通常第一句是比較困難的 通常第一句是比較困難的 或者現在有沒有有沒有朋友想發表意見的問題 好,我給你 你好,我現在是大禮宴中大中文 在已有年,已有填漢的 因為我之前有問過其他人 在大陸使這個填手印的標 說他比較早期 但在一個武器上沒有填漢 那其實會不會是有這個考慮 然後去演這個比較後面的創新的文化 我想問他為何有這麼多四邊廠的考慮 是的,曾經一位大陸的導演 現在都是很紅的一位導演 他曾經以填漢的心評寫過一個劇本 叫《狂飆》 那他的劇本就比較意識辣的 主要集中說填漢的愛情 當然也有說他的創作和一些新評論 但是我還是決定了做填漢 開始做一些研究的時候 就知道《狂飆》 深陰漢的劇本就藉到劇本來看 也跟Anthony直編劇 也讓他去看那個劇本 當我們看了劇本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點滿足的 因為他的劇本 他一寫到文革的時候 是兩句說了的 一寫到文革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我後來再搜尋一些資料 有一位記者訪問過田深陰說 都是內地的記者 他也很聰明 他就訪問田深陰說 為什麼你寫到文革的時候不寫呢 然後田深陰的答案就是 因為我想集中去寫填漢的愛情觀 以及怎樣去創作 他覺得文革那段時間 已經對他的創作很大影響 所以就沒有寫過一段 那我就覺得 當然我會覺得有些是 就是沒有辦法 有些事情不可以說 所以我就覺得有些是為了我 甚至可以立刻為了解釋 甚至可以說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很滿足 也當我看田深陰的一些傳記的時候 譬如說田深陰的傳記 幾百頁 但是說他最後入了文革之後 兩三頁而已 我自己覺得 作為一個五藝術工作者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就很希望看到這個空白 很希望去找這個空白究竟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決定鎖定在做他文革這段時間的工作 我沒有看過 我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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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太喜歡的 老實說 當然 這段時間 電深陰的作品 就是 我最喜歡的 我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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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漂亮的一個青蛇 我都覺得是有 我都不是太喜歡的 因為那天的起舞問題 我同意 我看過 蓋輝說 黃標是 很多東西未從就聽 他有自己的選擇 但是 我覺得 今天這個戲 我會是 暫時的情況來說 今天這個戲 我覺得是好的 比黃標更加多 因為有些事情 我們很開心地說 我們有這樣的所作空間 那關於內地的朋友 他們 或者同行 他們有他們的 某些的 或者不是很想寫 或者不是很方便寫 我們都可以理解 這個戲裡面的鐵案 蓋輝很後天 他在監獄的廣告 他也曾經做了一些事情 真的 他說他有些事情 令到祖光的遭遇不好 他不會否認 真的不知道 但是在那個政治環境裡面 有時候你是要自保 他不一定要想 搭著祖光向上 而是他 那些真的要自保 有時候在那個環境裡面 在那邊 你說 你說 你入到那裡 自私的 或者不自私的 或者 由自保去到自私 可能是一時之間 自私到 可以保衛自己去害人 可能是一時之間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是批評 他們這樣做是對 是不夠 或者批評 田復元 太不夠 不夠 不夠大膽 那我們很容易 但我們在他的為止 我覺得又不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問題 就是 所以 你入了那裡 台詞 我聽錯 就是 當中國人 不想做中國人的時候 就在做什麼事 當中國人不相信中國人的時候 當中國人不相信中國人的時候 是 我覺得 因為 聽得很符 中國人不相信中國人的時候 就是在做什麼事 你知道嗎 就是中國人的時候 所以我們不相信中國人 有時候的問題就是 會是 比較複雜 在那個政策環境裡面 我會覺得 董建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一本土口 是鐵漢傳 它是很多的關鍵問題 比如在反右 它們覺得是幾 很仔細 就是 我告訴你 我一定是看 那本鐵漢傳 相當後 它們是覺得很仔細 究竟是 在那個很複雜的 有說不知的環境這邊 它是跟那些不同的 各人之間的關係 然後 我告訴你 他有說 在 蠻田漢 被國民黨捉了 出來的時候 在藍典做起 中間是他一身的姑典 那姑典 就是 有理說不清 是吧 在黨派立場 那我分明的時候 那總管 但是周一網補它們 也沒有人 就行出外界 所以有成功 給我看 好 還有沒有 差不多 還有沒有 我們都差不多時間 因為我們都要 換科報警 有沒有觀眾 或者最後一個問題 或者意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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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兩件 第一件 是剛剛發現 就是 那個戲名 中文是最危險的時候 但英文不是 不是最危險的時候的英文版 那 這部戲也沒有自覺 那 我假設是一個 對中國不認識 他聽國歌 或者所謂的音樂 是從奧運的時候聽到的 那時候 他進來了 其實他會看到些什麼 就是 我一看到就是 最危險的事項 是因為我們 識義用的音樂曲 或者我們 識義用的歌曲 同時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我不清楚 他那個歌曲 什麼時候 義用的音樂曲 如果我沒有猜錯 或者記錯 好像是一套 音樂劇中的歌 一套電影的歌 是的 就是 好像 我忘記是東方 那 就是 是的 是一個 戲劇作品裡面的一首歌 然後 我不知道 為什麼 當時會成為歌曲 然後 唱了一段時間 就是 在戲裡面那段時間 就不要為歌詞 變不變門 就是東方的 我們不知道 我們都不管 然後 現在又出了 原本歌詞 大家照唱 照播 其實 我覺得 整件事 剛才 我沒有看到 因為你們想說最危險的時候 不是想說那首歌 歌詞 最危險的時候 是想說那首歌 就是想說那首歌 就是那兩條 其實我想知道 究竟為什麼你要中文要寫最危險的時候 以及為什麼英文不關於這個詞 我想中英文不是完全相對的 我想是因為 第一句中文為什麼選最危險的時候 你看到我們都 當初 又或者見出面有一份 第一年的我們的見出 那時候其實我們不是叫最危險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原本初出 初報 Antony是選了叫楊智峰報 因為田岸曾經寫那個戲叫楊智峰報 Antony就說 那時候就想對方 然後我就說 咦 沒人知道 這個戲 就是 這時候沒有人認識楊智峰報 所以 不如無故 然後再想 最危險的時候 好像挺好 因為我就是上集中去寫他文化大革命那段時間 對他來說 那段時間的確是一個最危險的時候 也都因為他各國田詞人的身份 可能比較多人知道 所以那時候選擇他用最危險的時候 但是為什麼英文是不完全對等呢 我想因為 沒有什麼人知道 如果知譯的話 沒有什麼人知道 那句phrase就是填漢 所以就不如填漢的spawn 所以就不完全對等了 那個title那裏 那 主要說觀眾會提到什麼呢 我想我們做演出 我很相信的 做演出我們不會提供答案 也不應該提供答案 提供一個問題 甚至我自己覺得提供一個戲報點 提供一個platform 希望可以引起更多人對 那個戲裏面提供的一些議題 或者我們提出一些問題 去引起你們的興趣 希望你們再去找一些相關的資料 因為現在說真的互聯網很快 如果你要找資料是有很多的 當然我們都盡我們所能 所以譬如填漢那裏 我們都盡量提供多些文章的邀請 多一張去給我們一些文章 或者我們也都把我們research的資料 去過濾了 再帶給各位觀眾 那我都希望做到這個事情 希望提供一個戲報點 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再去繼續研究 我們覺得有趣 或者我們會關心的問題 是嗎 好 讓我聽 我給我一回答 我個人的分享就是說 戲劇 我分享我個人的觀眾的感覺 我們在這個時候 就是 在香港我們都很厲害 戲劇有一個 我們是狀況安私民 狀況安私民 所以我們現在狀況安樂 我們都會有些危險的東西 是否很弱人 我們都會有什麼危險的東西 我們都會有什麼 你先坐吧 最後我想分享兩個首詩 首詩叫做《悲田漢》 《光天頂止陸為馬》 《光天頂止陸為馬》 《暗室勒坑寮作茶》 《光天頂止陸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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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康文寫關鞍興寫鬥鑊淵 今日陳錦權寫《不可以揮道》 《不可以揮道》 所以財高軌道 財高軌道 財高軌道 財高軌道鬥鑊死 千古相生文化日 多謝 多謝